奇大普奔 我买了几个假发片 今天终于到了啊 我还没有开始戴 今天就是来一期假发片测评 这些呢都是在各个博主呢中草的 听说很好看 我个人认为这个假发片 就是让你瞬间变成大美女的最快途径了 现在是这个八字刘海 八字 八在哪里 按照这个弧度走向的话 应该不是正硬吗 哎对 这个走向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 美嘉说这个应该戴在真头发的下面 我们先取三指头发 活活的取一指 它这是一个舒尺夹 给它插上去之后 然后一掰就可以了 你发根稍微有点距离 然后呢再把刚刚的那一流 给它撇过来 我们的这个八字刘海就可以了 我们再另一边戴上 而且戴上去你看这样扒了两下 整个前面的头发都变蓬松了 显得脸更小了 怎么说呢 就像是去理发店花了半个小时 夹了一个孔泥的造型 感觉还可以 而且这个假发片吧 它把我这个脸上颧骨的 拖出这个凹陷给它遮住了 就你看 我脸上这其实是不圆滑的 它把我的缺陷基本遮住了 姐妹们我觉得还苦死啊 还苦死 因为如果你想要它有真的八字形的话 它好像没有特别的突出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想要自己发量 看起来很多的话 有个涂包脸的感觉 我觉得这款发片是OK的 如果你早上来不及做到型 觉得这个头发还是蛮塌的 可以是这个省了你垫发根了 咱们来第二个 官方说它是个3D刘海 它这个好像也是真头发做的哦 我感觉比我的发分都密 把这后面两边分开 然后还是把这个小夹子给掰开 3D刘海嘛 就是前后左右都有头发 就显得我整个颅顶更哭起来了 刚刚稍微调整了一下 扎了个马尾 其实这种旗刘海还蛮简明的 有点梦回高中的感觉 就是肚子里随时穿一个小梳子 然后 姐妹们 我这种不太适合旗刘海的人 这个旗刘海戴上感觉也还可以 而且你完全不怕穿帮什么的 当时你把头发散下来 戴个什么帽子 或者是一个发孤 正好把头皮这给遮住了 哎 做以后线的感觉还挺真 而且它不是3D刘海嘛 它旁边又有头发 也会显得你的发量比较多 比较蓬 要是妆化淡一点 然后戴个什么小发饰 还挺广红的 总结一下这个3D刘海 没啥毛病 就是你要是想剪刘海 但又怕翻车的 你可以买个这个试试 好 下一个到了我们 一片式的 我比较期待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这种 头发少 或者是那种 头发到尴尬期的姐妹子的 福音了 我跟你讲 真的 而且这种一片式 戴然很方便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戴 从我们的眉尾平行 搞一半上去 把这一片式的假发 夹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又不想 头发那么长 长得夸张 你就再往上一点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眉尾吗 现在在这 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一片式的 上面有很多这种 小卡子 给它都打开 然后没有卡的这一边 面像我们自己 像穿衣服一样 先定一下两边的这个位置 按住 然后再搞其他的部分 很简单 把它戴完了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头发散开 姐妹们 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 真的是妥妥的大美女吗 整个就是一个头包脸 它虽然是个假发 但是它很顺利 看倒霉 跟我们头发真的融合得很好 不贵几十块钱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你的头发 跟这个假发贴合得更自然 你就可以花点时间 把你自己的头发 卷成跟它差不多的 总结啊 这种一片式的假发片 真的很方便 妥妥的气质大美女 最后一个是咱们的这个 鸡窝抓夹 我看很多网友 一个上脑图啊 有的很自然 有的它就像个金毛胆子似的 咱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有点那个 欧美拽紧的味儿了 哇 直接炉顶飞起 姐妹们 真的 好看 很酷 很散 这个买的时候 我是因为看到别人 戴上去很洋气 很欧美 很拽紧 没想到 我们普通人也可以 精髓呢 其实就在两边的 这两个头发上面 你放下来就是 Y2K的感觉 如果你发量是特别特别多 那种 我建议你就不要戴这个头发了 真的就像是 在头发上顶个肌窝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夹子真的太小了 夹住那么多头发 这次和假发片 测下来的感觉呢 我觉得这个3D刘海 适合大部分 圆脸的女生 这个鸡毛胆的抓甲呢 我觉得适合任何女生 除了你头发特别多 然后这种一片式的 也是适合任何女生 然后呢 这款八字刘海的话 如果你想要 这两边头发 稍比较膨一点 会有头包脸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还蛮合适的 这期假发测评 还可以 你们还想看什么 评论区留下哦